好 那么现在我跟大家唱一首《中国关门》题目是 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 可望一望真感情 嗨,阿平电影院的院友们大家好 上一集阿平游朝鲜的空姐特辑 后来有被三立新闻引用了一些画面 也有很多网友只看了开头 但没有看到影片的最后 所以这集开始前 就先回顾一下上集的精华片段吧 上上高丽航空的空姐可都是全朝鲜万中悬疑的 可以说除了朝鲜国内的牡丹丰乐团成员之外 长相最漂亮的女生了 而且最难得的是纯天然无加工过的哦 记录一下两位空姐美丽的一瞬间 纯天然无 Ellie的地、我们最年轻的身形 三p 准备下飞机 也没有只有你 。 看fi 不得不說,從平朗順安機場一路來到黎明大街 可以發現平朗真的是非常的乾淨的蒸氣 馬路街道基本上是看不到一丁點垃圾 看來傳說超顯能有潔癖,應該不為過 現在是一丁點的蒸氣 我看來是一丁點的蒸氣 這個蒸氣,還要炸起來 這個燈子在蒸氣 蒸氣,蒸氣,蒸氣 蒸氣,蒸氣,蒸氣 蒸氣,蒸氣 蒸氣,蒸氣 來到朝鮮的第一餐 吃的是朝鮮和菜 這也是阿炳我第一次吃朝鮮傳統料理 以前沒吃過 可以說是還有一點新鮮感的 來朝鮮吃飯每餐都會有的大銅漿啤酒 吃的是幸福的一切 一瓶的花粉 是新鮮的花粉 是新鮮的花粉 新鮮的花粉 是新鮮的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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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還有其他外國旅遊團也來這吃飯 二樓這邊好像是一個俱樂部之類的 吃完晚餐出來準備搭大巴回晚上要住的 科學家外賓住所 黎明大街這邊的建築晚上都有燈光裝飾 各位先生們 女士們大家好 晚上好 今天晚上吃得怎麼樣可以嗎 謝謝 今天晚上平常到我們朝鮮的和菜 所以剛才我們吃過飯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朝鮮國際旅行社兩年去年 已經開辦了一所餐廳 所以去年修建立黎明大街嘛 所以修建黎明大街的時候 同事建立起來了 我們朝鮮的近愛的金正灣同志 他通過板門店叫柴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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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總統南朝鮮的一個跟他一個建國面嘛 所以當時的金正灣演賽 腳踩別的一個奮力線的時候 他看到了南北朝鮮的標誌之間的 所以金正灣演賽跟我們在總統進行會談的時候 跟他說過 實現主國統一之前 我們首先必須的實現 南北朝鮮人民的一個標誌之間 所以金正灣演賽 後來回來平常以後 大膽的裁券措施 題目是阿里朗 阿里朗知道嗎 好 所以首先用草文唱 然後用中文唱 好 但是我這個論道唱得不那麼好 大家別笑我呀 好 好 再兩次就 阿里朗阿里朗阿里朗阿里佑 阿里朗阿里佑 阿里佑 阿里佑 有心理都不得所发明难堂 丢起来无疑 做不到十里远 叫救生病 好 那么现在我跟大家唱一首中国歌题目是明明白白我的心 所以我这个论度特别喜欢唱这首歌 为什么就是第一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名字嘛 所以喜欢唱这首歌 然后第二就是我还是年轻嘛 所以喜欢唱爱情歌 但是我唱得不能好 我从来没有上过台 所以现在为大家唱一首祝国歌吧 明明白白我的心 后往已温真感情 曾经为爱上不老心 为什么天秘的梦路一世 以后一生无论能认知 以后三世人一得心理 如果你愿意 情浪和靠近 我好想回復白我的心 而那遥无论能议 那遥无论能认知 我看到就是流津饭店 一共有一本零无策 那么我给您唱了一首歌 可是我唱的不太好 请给它一下 还是唱的中国歌吧 请不是亲爱的 今天还吹着风 在七月好晚了 我的人就不爱得紧索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我想有一只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心里的爱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候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1956年开始我们朝鲜人民进行了天立马运动 所以我们朝鲜人民进行天立马运动的时候 当时中国大陆有过大便禁运动 大便禁运动 所以我们修建天立马大街的时候 我们朝鲜人民仅用摄射分钟 修建了一套房子 但是 他们在做什么 明天是国庆节嘛 国庆节 所以这个是我 这次朝鲜建国70周年国庆期间 因为有很多各国政要和代表团来参加 平壤两间专门接待外宾的羊角岛国际酒店 和西山酒店都客满 于是很难得首次开放 两年前才落成的科学家外宾住所 给这段期间来平壤旅游的外国游客入住 连导游也是首次入住 从大厅的装修看起来感觉就非常的新 科学家外宾住所有23层楼 这里有两个电梯 但实际运作起来却非常的慢 这次因为我是一个人餐团 所以有多加费用自己住一间房 房间门是用钥匙打开的 来看看房间长什么样 有附瓶装水 瓶装水在一楼大堂的商店也有卖 该有的洗漱用品都有 只是上面都是写草文 看不懂 在楼大堂的楼大堂 追风机 厕所浴室看起来是相当干净 但热水供应只有到晚上11点 抽风机上面写中文 应该是大陆的牌子 只拖鞋旁还有放鞋拔鞋刷 这个很特别 房间是双床房 空间还挺大的 有个小冰箱和液晶电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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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已經裝滿熱水的熱水壺 和杯子與刀叉開灌氣 但房間只有兩個插座 科學家外賓住所的說明簡介 看看電視有哪些台可以看 德國資深電視台 鳳凰衛視香港台 半島電視台 晚上導遊帶著團員們 在沒有朝方兩位導遊的監控下 進行所謂逃出旅館夜遊活動 但其實也只能在科學技術殿堂周邊散散步 看看業績 遠處可以看到朝鮮最高建築 105層330米的流津飯店 也是整個平壤唯一有做外牆LED燈幕的建築 科學技術殿堂 科學技術殿堂位於平壤愛島 這邊有露天學習場和噴水公園 很難想像 我竟然有一天 會身在平壤大同江畔 吹著晚風 遠望平壤市區夜景 對岸那洞燈光發亮的高樓那區 也是金正恩上台後 新開發的未來科學家大街 科學家外邊住所的造型也是比較科幻的 回到房間洗完澡後來看看電視 充滿超顯特色的新聞播放 科學家外邊住所旁邊的科學技術殿堂 建築外型非常新穎特別 外觀是依照原子和模型來興建 是金正恩上台後 於2015年建成的一座科學教育博物館 用來表現朝鮮政府很重視科研發展和人才培育 就在第一次看朝鮮的國產電影中 結束了朝鮮遊第一天的行程 體驗了很多前所未見 從沒親身感受過的人事物 後續還有三天半的行程 非常期待 本期阿平遊朝鮮的影片就到這告一段落 其他更多朝鮮遊記的精彩內容 之後會陸續發表敬請期待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再見 我們來看影片 把片頭发放那麼多 我們下集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